甲敬文又出名了,节目上穿成那样,一只矿泉水瓶也挡不住咪。 提起甲敬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,她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。 如今已经44岁的她,保养得很好。整个人看起来,还像20多岁的样子。 满脸的胶原蛋白,身材丝毫不见臃肿。完全看不出来她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。 甲敬文出道很早,这些年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作品。 其中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《倚天屠龙记》了。 在剧中她饰演的是一位敢爱敢恨的赵敏,和张无忌上演了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恋。 这个角色,俨然已经成为了观众心目中不可超越的经典。 因为参演这部剧,她逐渐被内地的观众所认识。从那以后,她又相继出演了很多偶像剧。 在和现在的丈夫结婚之前,她的第一个老公是一位美籍华人。 两个人结婚的消息,在当年十分的轰动。 南方是上海的富豪,但是婚后不久就传出两个人离婚的消息。 2009年两个人正式离婚,因为女儿归水养问题,两个人又周旋了很久。 好在后来遇到了小她几岁的修杰凯,又生了两个可爱的孩子,如今家庭生活非常的和谐。 这些年甲敬文很少在拍戏,但是之前带助女儿参加的综艺节目吸引了很多粉丝。 近期她参加活动的时候,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。活动那天,她穿了一件蓝色的裙子。 原本肤色就十分白皙的她,在蓝色的硬衬之下显得更加美艳了。 但是裙子简直是太短了,所以坐下的时候会走光。 于是她拿着一瓶矿泉水,为自己遮挡了一下。在公众场合这样,她本人也是十分的尴尬。 有一些人都指责她,穿这么短的裙子出席活动是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吧。其实女明星很多时候出席活动的助装,自己并不能做主。 参考来源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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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